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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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Maya! 我們今天來到姨喵旅! 這是我們的老闆! 老闆叫什麼名字喔! 我們今天跟著Sophie來到這裡 這裡有很多可愛的貓咪 我們一起進去吧! 你好!歡迎光臨! 不要打開氣球 那請你先去幫我趕這裡 走! 哈囉!Sophie! 你為什麼會想要開這間店 大概經營什麼? 我原本是做道服的訓練 跟貓咪的照顧 後來就是 因為服業製作得不錯 所以就決定開了貓咪館 樓上的部分 因為後來有了自己的貓咪之後 發現貓咪自己在家裡 活動會下降 所以呢 就決定改成是這個空間 讓它變成是咖啡廳 所以貓咪就可以來這邊 跟人類活動 增加它們的活動 也維持它們社會化的程度 所以我們這邊咖啡廳 其實是為我自己的貓咪開唷 所以這一隻 達爾文 就是你四隻貓吃東西 對! 那我們剛剛有聊到啊 其實我們樓上 除了就是有 魚館 然後還有貓咪的這個美容服務之外呢 樓下一樓 我們也是跟它呼吸 所以你們看我們桌上有這麼多 美麗的擺盤會有豐盛的食物 大家也可以來這邊吃吃下午茶 然後跟我們的貓咪互動 那今天就是要來學習說 跟貓咪互動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哪些的預備呢? 譬如說我的手勢應該要怎麼樣去靠近它呢? 好!首先呢 首先呢就是 跟貓咪互動最重要的一個大原則 就是盡量放低你的姿態 不要站得很高 然後再來呢 伸出你的食指癌 玩起來 用這個姿勢 手會看起來最小 所以呢 可以這樣緩緩靠近它的鼻子 讓它秀紋 玩完之後呢 通常貓咪沒有反應都是好反應 表示 它覺得說 它知道了 它也沒有不喜歡 因為通常不喜歡的貓咪 你會發現它往後退 或者是 表情會後來就是 很真正的狀態 甚至跑掉 那如果沒有跑掉 表示啊 你可以嘗試跟它 再做近距離的接觸囉 如果想要摸貓咪的話 你也請摸它的頭頂上 然後到後腦這個位置 手心向上 為什麼要手心向上 因為這個狀態好像要抓它 這個是最容易成功的姿勢 對 這樣子是最容易成功的姿勢喔 難怪有時候我如果這樣靠近 它OK 可是如果我變成這樣 它就走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看起來最無憾 那之後 你就有時候找不摸看了 但是請記得 並按了 耳朵 眼睛 鼻子鼻巴 手手腳腳 因為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 常常看到貓咪 就很興奮 要跑過去跟牠們玩 那什麼狀態下 你看到貓咪那個樣子 就是不能去碰牠 首先呢 第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如果貓咪在領牢的時候 表示牠正在洗澡 應該不希望 你在洗澡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再出路 然後 你應該不希望 對啊 所以洗澡這件事 是絕對不行的喔 再來呢 就是 如果牠把牠的手手啊 往內凹 這個動作表示 我想要堵住 所以這時候呢 就是你要很注意牠 牠可能會 牠可能會 然後人家去碰牠的意思 對 有些貓咪牠可能看到人的時候 欸 耳朵是這樣地起來 然後可能會 會稍微動 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牠是地起來 但是牠耳朵在轉動的狀態 其實牠是在警戒喔 牠在聽四面八方的資訊 然後隨時有不對牠 要靠跑 所以如果你發現 貓咪的耳朵一直在轉動的時候 只要動作更慢一點 讓牠知道說 你是真的想要跟牠好好相處的 否則 如果動作一下衝過去 牠馬上就跑掉了 所以難怪小朋友 如果有時候 我們看到貓咪 很開心地興奮 然後我們會以為說 立起來耳朵在轉 是在跟我們玩 其實不是喔 牠其實是在警戒 所以我們的動作 要開始更慢 那如果牠耳朵是這樣子 貓咪有種種 還是牠耳朵會往下 往後壓 這時候呢 表示貓咪很辛苦 現在非常非常的害牠 那這個很重要 就是要記得 這時候不要再靠近 牠已經告訴你說 不用很害牠 你如果靠近牠 可能會直接聽牠的幫忙 直接坐牠 對 那就會很危險 可能就會被貓咪攻擊了 現在我就要來實際的 去try try看 就是到底 我可不可以成功地 就是親近Sophie的貓咪呢 一起去吧 go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子對嗎 對 因為我發現牠開始聞了 好 然後牠說不要的時候 牠就會跟你說 我不要 因為牠現在要整理一下 貓咪在整理的時候 其實要等待牠 好 碰鼻子 好 那我可以試嗎 可以啊 看我就是碰鼻子 對 然後放著給牠 對 對 今天真的很開心可以來到 今天跟這些貓咪相處 然後聽Sophie解釋了那麼多 有關貓咪的行為模式 小朋友你們都有學到了嗎 也歡迎大家可以來 銀貓咪這邊 逛逛啊 然後看看貓咪 如果有跟Sophie碰到你的話 可以跟牠問一些有關貓咪啊 寵物的知識喔 我們目前啊有一個 貓咪技部長鳥的活動 就是 如果你在八月中的時候 有來booking我們 中秋節跟那個 無親日的活動的話 我們會免費送牠們 貓店長的影片喔 好 我們最後呢 要跟大家說 福利時間 我們呢 可以出出三位心兒喔 然後其中一個抽獎禮是什麼呢 是我們一喵旅 大受歡迎的思康 耶 那想要呢 抽獎的朋友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然後記得 我們八月份的雜誌 是有關寵物的也已經上架了 歡迎大家去購買 然後呢 我們最後非常謝謝Sophie 耶 還有我們的大文 耶 慢慢靠近 Approach the cat slowly 讓貓咪認識你的味道 Let the cat get used to your smell 用手背慢慢撫摸貓咪的頭 Pet the cat's head slowly with the back of your hand 不要拍打貓咪 不要拍打貓咪 No hitting 不要大聲尖叫 No screaming 貓咪禮毛時不要打擾它 No disturbing the cat when it's grooming eles 也請給了 那個小ber 喵